各位朋友大家好 9月24号那天很抱歉 因为家人确诊 我也必须隔离在家 所以没有办法到户居 向各位讲 这一讲 现在我在我的家中补录 然后录完之后 希望工作人员能够上传到户居的网站 好 今天介绍这一讲呢 要介绍杨淑明先生的一篇文字 题目叫做 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跟大表现 那么其实 我是要借着这一篇文字的介绍 来跟各位同时 真正要介绍的是 在中共见证这最初十年期间 杨淑明先生的处境 遭遇其他的思想的变化 跟他的思想的继续的探索 我们上一讲介绍了 梁先生在1950年10月 到1951年的5月间 所写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 叫做《中国建国之路》 这是我们上一讲介绍的 他的副题叫做 《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 当时的新政权 刚刚建立气象一新 梁淑明是真诚的 肯定中共的三大贡献 也就是第一个是 完成了国家统一 国权树立 第二个是引进团体生活 第三是透出人心 他在这三方面 全然的肯定中共的贡献 尽管他的内心 对这个新的政权 还有一些疑虑 也还有一些批评的意见 但是基本上他对中共的建国之路 是充分肯定的 并且是充满了乐观情绪的 今天是有关梁先生的第十讲 我要概要的介绍 梁先生在建国最初十年期间的 持续的思考 他的遭遇 并且最后 今天这个主题就是 以他的另外一部未刊稿 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 这是写作于1951年的1月 到1961年的1月期间 那么 这篇文字的副标题叫做 试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 突飞猛进的游览 从这个标题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对这个十年 基本上是持的还是一样 非常肯定的态度 我想借用这个来展现 当时中国是在三面红旗的政策下 的一种社会氛围跟心态 当然也包括了梁先生 非常个人的部分 三面红旗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大跃进跟人民公社 我们接下去都会介绍到 好 先介绍 他的一篇文字 先从一篇文字来讲起 这是梁先生在1951年 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中国建国之路 我们上一讲介绍的那个文字 之后几个月之后 1951年的10月5号 他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个公开的文章 他说 环绕着他与中共长久以来所建不合的一个中心的问题 就是中国社会的阶级问题 他觉得这两年来 他有了一些转变 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经两年了 所以他这篇文章的标题叫 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 他确实对他有关中国社会的阶级问题的这个中心议题 他提出了他的修改的意见 他有了一些转变 我引他的话 他说 简洁的说 我过去一直不同意他们 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 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 而现在所谓得到修改者 一级在此 那么这篇文章分别从七个方面来阐述他的思想的转变 以及不变的地方 我们现在分条来说 第一点 问题是 旧日中国是不是封建社会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依照中共所 官方意识形态所持守的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 也就是从原始共产社会进化到奴隶社会 然后进化到封建社会 然后资本主义社会 然后社会主义社会 这个所谓的五阶段论 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站在五阶段论这个基础上 所谓的封建社会是第三阶段 而且中共的官方所抑制的就是指中国的 现代之前的中国社会 就是从秦汉以来的2000年到近代 这个整个这一个阶段 2000年的阶段 都被中共称之为 中是一个封建社会 我们在今天中国大陆的话路中 还可以看到很深的这样的痕迹 凡是讲到 现代之前的 近代之前的 都称之为封建社会 很多人还是这样子用词 那么 中共是这样子来看待中国 秦汉以来的2000年的中国传统社会 叫做封建 杨树明 基本上是不同意中共的看法 在这一方面 他的基本的看法是不变的 他只承认 由之前他参与的 参加的这个图改的经验中 对于中国社会的封建性 他特有醒觉 但是对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 是不是封建 他的基本看法是没有改变的 什么叫做封建性 他开始承认中国社会确实具有封建性 尽管他不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社会 但他觉得有封建性 这个地方啊 我要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封建性指的是 但是在那一个历史阶段 就是近代之前的中国 乃至到近代 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的 还是从阶级观点出发 主要的矛盾的两个主要的阶级 是地主阶级跟农民 那么生产关系里面最主要的 关键所在是对土地的占有与否 所以地主阶级当然就是 基本上是占有土地 那么广大的农民的普遍来说是没有土地 或者拥有很小的土地 他们的生活 来自于他们的生产所得是 养葬于地主阶级 甚至于可以说是被地主阶级剥削 是这样的意义 最主要的矛盾集中在对土地所有的 所有与否 土地所有与否的这个掌握上面 他承认这一点确实重要 因为中共搞土地革命起家的 抓中国的社会矛盾 就是抓这个对土地的拥有与否 那么杨树云在这方面承认 虽然我不认为 那个叫做封建社会 但是我承认中国社会确实具有很深 很强烈的封建性 这是他的一点 一点小小的妥协跟改变 但基本看法没有改变 那么第二点 中国社会发展可能不可能有特殊性 杨树民表示 尽管他很愿意接受 唯物史观的那种普世性 也就是说五阶段论 好像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但是他说 他觉得那样子确实很精彩 有他的方便性 在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 但他说 我却发觉中西社会似乎很早就有些两样 而中国封建解体之 不同乎西洋尤其显著 在这以后便陷入 陷于盘旋往复 失去社会应有的发展前途 要知生命创尽 不受任何限制 行可有其事较顺之顺序 然却非机械必然的 他的意思是说 虽然普世性可能大体来说 可能有点可以说的过去 但是在现实之中 很多社会常常不是按照那样的顺序 那么清楚的按照那样的顺序 顺序而行的 所以他不是一个机械必然的 演进过程 所以他说 如我所见 失去顺序的 或者不止于中国 似乎印度也是一例 所以这第二点 他也觉得 他还是比较接近他原来的看法 就是中国社会 是有他的特殊性 那个普世价值的 五阶段论 不见得全然适用于中国社会的解释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关于中国社会缺乏阶级的问题 这一点也是梁跟中共一个最大的差别所在 梁说明向来以伦理本位 职业分图来总结 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的特质 并且他认为中国人 缺乏阶级意识 中国人不习于阶级观点去看问题 就是因为中国传统缺乏阶级分化了这样的一个事实 所以才造成中国人缺乏阶级意识 而且也不习惯用阶级观点去看问题 他觉得 所以他认为中国社会 传统中国社会就是缺乏阶级 而且这个缺乏一个固化的阶级 一个非常固化缺少流动性的阶级的社会 那么现在他看到中共的成功 他承认 我因此觉悟到 还是应该本着阶级观点来把握问题 所以他觉得 我现在应该要看一下 因为中共确实完成了建国 而且开始在建 完成了革命 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政权 而且开始在建设国家 所以他觉得 我还是应该试的去理解 是不是用阶级观点来 来分析问题 把握问题是有意义的 我过去是不是太决断了 这是他开始在自我反省 那么第四个问题是 中国问题是不是要从阶级斗争中来求解决 这一点过去他非常强烈的反对 他反对阶级斗争 他赞成革命 但他反对用阶级斗争的方式 手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现在呢 他承认 这是他思想转变最大的一个方面 现在他对阶级斗争这个议题 开始有了新的想法 过去 杨树明坚决反对用阶级斗争的手段 来解决中国问题 现在他却肯定了 杨树明认为 过去他在这个方面的观点 并非无所见 他有一个很大的顾虑 就是阶级斗争会造成混乱 造成破坏 可能更难解决问题 现在他开始反省自己 他觉得也许过去我认为 我对我的看法自信过度 我的看法并非完全一无是处 也是我却有所见 但是我自信过度 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所以我主观上蒙蔽了自己 进一步对客观现实的分析与掌握 所谓三年来的事实 给我的教训最大者 即是若干年来 我坚决不相信的事实 竟出现在我眼前了 这不是旁的事 就是一个全国统一 稳定的政权 竟然从阶级斗争而垫立 这一点是 他在这两年来 思想上受到最大的教育 跟他自我反省 做出最根本改变 改变最大的部分就在这里 他开始接受阶级斗争的观点 而且开始相信 阶级斗争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杨树明检讨是其中的原因 他认为 就是因为自己对于 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不够准确 以及对于马列主义的研究 有所欠缺所致 他并且称许毛 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叫又既联合又斗争的做法 因为过去他担心斗争会造成破裂 造成更不可收拾的破坏性的后果 现在他发现毛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既联合又斗争 所以在这个 承认斗争是一个经常性的 人类没有实现最终理想之前 或者历史发展过程中 斗争是一个主轴 主调 但是为了要避免斗争造成的损害 跟不可收拾的乱局 毛又觉得要有斗争 始终要有联合的手段 联合次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 诸如此类 他的手段性 把社会分作两面 但是又能够始终做到斗而不乱 斗而不破 这是他既往从来没有想过的 杨树明在这方面觉得说 毛这一点 确实比他高明 他承认 他过去从来没有想过 他因为只看到斗争的负面的后果 跟负面的性质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总觉得 斗争不是一件好事 他不了解 毛所定义的斗争 其实比传统对斗争的意义 宽广了很多 那么 而且在手段上还做到了 既联合又斗争 始终维持这个社会秩序 不会最终的混乱 在这中间能够掌握一定的秩序 所以他说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 总而言之 我引他的话 他说 既然客观形式上 中国不可避免的要卷入世界的漩涡 因为对中国而言 可能斗争 他还是认为斗争不见的是一个 最主要的手段 我可以这样说吧 但是他认为说 既然现在中国的形式 中国的问题跟整个世界的问题是 捆绑在一起 而且是结合在一起 客观形式上 中国不可避免要卷入世界的漩涡 而世界的漩涡是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斗争 就是阶级斗争 终必要出于阶级斗争之意图 那么阶级斗争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 所以把中国放入到世界的整个大的架构 脉络中来看的时候 他开始觉得 也许我应该能够接受阶级斗争 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也是一个真理所在 那么眼前的事实 即使其真业 他还是回过头来 称赞肯定 毛肯定中共 肯定这个新政权 到目前为止 1951年所做出的 贡献跟所建立的成果 这一点他是非常肯定的 而且他是忠心的 真诚的反省自己 好 有关第五点 那么现在就要问他一个问题 你接不接受唯物观点呢 梁树铭表示说 现在我接受 而且明白的承认 自己以往是一个小资产阶级 现在为了要争取生命的一种主动性 我愿意接受唯物观点 但是我要开始来学习 还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但他承认我接受了 接受唯物观点 第六点 中国革命要有什么人来领导 这是他这两年来反省 跟学习的结论之一 是他承认 只能有无产阶级领导 这个是深受中共的建国之后 带给他们的教育 所以得到的影响 那么第七个 群众运动中的领导问题 你怎么看呢 梁树铭承认 具体而言 他承认共产党是结合群众 跟领导最成功的典范 他向来 他很早就有这样的看法 从访问延安的时候 他已经有类似的看法 起码 他的乡村建设运动 他觉得结合群众跟领导 带领的群众走向某一个特定的方向 动员起来 发挥出创造力跟主动性 他觉得在这方面 他是远不如共产党 他觉得共产党有一点 他很称取的就是 不仅他们能够领导群众 而且还深刻的知道 要走入群众 要向群众学习的道理 也就是不断的 也要跟群众学习 既要领导 又要跟群众学习 而且这是一个 不断的不断的进展中的过程 这方面他也肯定共产党 好 以上这七点 以上这七点 就是他对 他对这1951年的时候 他对过去这两年 他的思想的转变 做的一个反省的文章 公开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我们下面来这一节呢 我要接着 我要基本上借用 一位美国学者 叫做莫里斯·麦斯娜 的一部书 来解释这个 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形式 跟政策的选择 我要做一个背景的铺陈 让各位朋友能够了解 当时梁树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他是处在一个 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之下 这样子各位也许比较容易 比较能够同理心的 发挥出同理心的 去了解他的思想的转变 以及他的选择 跟他的 他的种种的变化 他的心态 所以现在这一节 先跟各位 不是介绍梁树民 是介绍那个时代 我要借用 一个我认为 比较讲的最好的一位学者 的著作来作为一个帮助 来跟各位介绍 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形式 跟政策的选择 我会交代我这个书的 参考书籍的来历 等这一节结束的时候 会跟各位交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是以新民主主义为号召的 我之前曾经跟各位谈过 新民主主义 大概谈过 那么不晓得各位 还有没有印象 毛泽东有一部专著 叫做论人民民主专政 这篇文章 他把社会主义 跟共产主义的理想 推迟到遥远的未来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中共在跟国民党斗争的 这个过程中 1940年代 他向全国人民所发出的号召 其实最终的理想 当然是社会主义 但是眼前的目标 不是社会主义 是新民主主义 是要先给中国 补上一个发展资产阶级 发展资本主义社会 创造出中国的资产阶级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 社会主义革命 所以先要进行一场 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这是他们的术语 他称之为叫做新民主主义 因为这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不同于18世纪 19世纪的欧洲 曾经发生过的那样的 建立所谓的 后来的所谓 我们所熟知的那些 西方式的民主 democracy的那些制度 他们也要进行 他们建立中国的democracy 属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那他们认为说 处境完全不一样 世界也不一样 中国的处境完全不一样 那么这一场革命 性质上应该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可是它应该是 有一种新的内容跟新的精神 所以它称之为叫做新的民族主义 新民族主义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夺取政权 建立这个新政权之后 这个国家一开始 不是要立刻实施 所有的财产 所有的生产工具 公有化的社会主义的改革 不是 而是要先进行一场 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资产阶级的 先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的阶段 因为中国连工业化都没有 所以中国谈不上 进行什么社会主义的革命 因为中国没有什么 成规模的工人阶级 也没有非常具有力量的资产阶级 中国是全面落后的 处于一个绝对落后的状态 所以现在 这个政权号召大家的 不是要立刻实施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的理想 是推迟到将来 至于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呢 那是建国以后 他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们接下去讲 各位就会比较明了 那么中共 中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初期 当务之极有哪些任务呢 不是要建立社会主义 不是要把所有的资产都公有化 还有三大 当务之极的任务 第一个是追求国家统一 第二个是土地改革 第三个 经济发展 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各位就这三方面 做一个比较 比较深入的讨论 国家统一的部分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之后 1949年10月宣布正式成立 到了1950年的三月 才解决了新疆 解决新疆问题之后 你就标志着国民党 在中国大陆军事抵抗的终结 然后到了1951年 完成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协议 但是这个协议呢 并没有彻底解决西南方面的这个问题 因为1959年西藏发生了暴乱 达赖喇嘛出走 所以这表明了这一方面的问题 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 所以新政群还面临了这一方面的威胁 另外一方面 在东北方面 就中国留下来的 的问题 遗留的问题 东北的旅顺大连 以及中东铁路 中国东北的主要的铁路的管理权 仍然被俄国人掌握着 俄国人 苏联就是不肯放 一直掌握着旅顺大连 这是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 苏联出兵 击溃了关东军 然后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 后来虽然引力上交还了 但是旅顺大连以及铁路管理权 都还在被苏联掌握 这个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一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 新政权才藉由谈判收回 各位可以想见 这个新政权在刚建立的时候 面临了很多 很难用言语表达的苦头 心里面 艰困的局面跟心中的苦 很难明确痛快的表达出来 各位应该可以想象 终于等到1953年 斯大林去世才收回了 才让中国东北的主权 真正的达到一种完整 最重要的问题 有关国家统一的问题 国家统一牵扯到主权独立 国家统一最后一块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台湾 台湾没有收回 意味着中国的内战没有结束 法理上没有结束 这一点 今天我们在台湾的人们 应该要心里要 必须清楚这一点 这是一个事实 内战没有结束 只是停火 那么 新政权面对的是 苏联事实上长期 具有一种扩张的政策 即使没有正式的扩张 也有非正式的影响力的扩散 的那种趋向 另外美国不断地在干涉 美国跟苏联正在进行 开展了一场全世界性质的冷战 在争夺他们的影响力跟势力范围 这些都潜伏着的危机 1950年的6月 朝鲜战争爆发 就是寒战 然后诱发了一系列的反革命幽灵 所谓反革命幽灵就是 国民党在大陆上残留的力量 跟潜在的地方的势力 开始跃跃欲试 蠢蠢欲动 想要重新推翻这个 刚刚建立的这个政权 让国民党冲回大陆 这些都威胁的新政权的生存 继而起引出了一个 国内的政治恐怖时期 1949年前后 中共本来对自己非常具有信心的 但是寒战爆发 而且中国在1950年的下半年 年底的时候被卷入之后 中国各地 尤其国民党 存在的力量影响力比较大的地区 都发生了可能有些人想要借机启示 要推翻新政权的一些事件 所以这个政权突然发现到 他在大陆上并没有 他原先所想的那么的安全 跟受到群众绝对的欢迎 这个时候 他开始开启了一系列的恐怖手段 去稳定他的政权的存在 所以 引发了一个政治恐怖时期 这是新政权面对的 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存在 那么台湾的国民党 在这中间起了关键的作用 那么同时呢 美国又把中国国内的政治冲突 就是国共冲突还在继续之中 国民党还想着他 是不是还有机会能够重回大陆 趁共产党还没有完全站稳脚步的时候 他能不能再回大陆 起码要再拿回一块地方也好 那么美国又 因为韩战的爆发 中美在1950年的年底的时候 正式的交火 那么新政权跟美国是不可能和解 在短时间之间不可能和解 于是美国又重新介入台海 来保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安全 来支持 于是 等于就是美国把中国国内的政治冲突 跟当时 爆炸性的国际政治冲突 就韩战 美国跟苏联都 决定绝对的避免 跟对方正面交战 因为双方都 都不能承担这个绝对交战 再重开一个战火 而且可能会引爆核子大战的一个后果 所以 中国国内的政治冲突 跟国际政治冲突 捆绑在了一起 于是台湾问题 新政权势必没有能力能够解决 因为渡海就是一个最大的困难 加上美国的绝对的强力的介入 所以 这个新政权面对的就是一个新的局面 而且这个局面呢 在国家统一方面 碰到的台湾最终是 就是没有办法解决 就只能搁置下来 这一搁置就是多少年 各位可以想见吧 1950年到现在 1951年 因为国民党又在中国大陆引发了他们 存留在大陆上的存留的力量 希望能够威胁新政权的生存 所以1951年又颁布的二月条例 就镇压反革命 扩大了镇压 在全社会制造了恐怖的气氛 这是1950年代初期 在中国大陆不可避免的 新政权为了求取它的稳定跟生存 不可避免的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这些措施当然跟国共的冲突有关 也跟当时国际上冷战的局势有关 而且它是被美国刻意的捆绑在一起 这是当时中国新政权所面临的内外的局势 那么由于1951年的恐怖统治 跟朝鲜战争的经验 赋予了这个新政权的新制度 有一种更严厉更专制的特点 这个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否认的 而情况本来可能不会是这个样子 如果没有朝鲜战争 如果中国新政权 这个新政权没有跟 没有跟美国全面的决裂 没有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那么这个政权其实本来可能是在美苏之间 能够保持一个更大的平衡 以获取它最大的可能的利益 但是当时的形势已经不可能 因为韩战爆发 中国被卷入其中 那么两大对立的阵营 中国新政权很明显的被归入到 社会主义阵营的里面 跟美国是不可能有 短时间之内不可能和解 然后这一系列的 加上台湾的国民党受到美国的鼓励跟帮助 很有系统的帮助 那么实质的帮助 所以这些赋予了这个新政权对自己统治的一种威胁感 一种不安全感 所以他们导致他们开始变得更严厉更专制的一个特点 这点是大家必须能够理解的 这个读历史就是要相对比较客观去理解当时的人 无论是哪一方 他所面对的时代环境 以及他可能采取的方式 应对的方式 那么新政权 发动土地改革的动机 主要有四个方面 我们现在接下来谈第二个 当务之急的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追求国家统一 各方面都解决了 新疆东北西藏都大体解决了 就是台湾没有解决 这是新政权面临的局面 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发动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是中共刚建国到1952年 一个重中之重 他稳定他政权土地改革 是他首要的对内的任务 他必须完成 那么他的动机主要有四点 分别是他要完成他新民族主义的重要承诺 这是他号召人民加入他的阵营 支持他 他现在建立了政权之后 他必须要完成他的承诺 就是要土地改革 没收地主的土地 然后把土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 这是首要承诺 他必须兑现 他要消灭封建社会经济关系 当然这只是第一个最主要的 第二点呢 要维护新政权的群众支持基础 他要实现跟着有其田的 的这个原来的这个主张 这跟第一点是密切联系的 第三点 他要消灭地主阶级 就是消除了潜在的反革命威胁 因为地主阶级基本上 天生的跟共产党政权就是对立 那么他要有助于他消灭地主阶级呢 消灭地主阶级我要解释一下 不是把地主阶级所有的成员全部杀光 主要是说让他们不再成为地主 土地改革是这个意思 没收他们的土地 从此他们就不再是地主阶级 也就是说在所有权上面 没收他们的土地 谁被定义为地主的时候 他的名下所有的土地 就会被国家没收 然后呢 不是就公有了 然后把他们土地分给那些 没有土地的农民均分 或者是有 不管任何地方 因地制宜有些他的分配方式 总而言之就把土地分配掉 于是就不存在所谓的地主阶级了 这就叫做消灭地主阶级 这样的做法呢 有助于建立一个牢固 控管农村的极权化的国家 这是第三个动机 第四个动机 要提高农业产量 因为中共相信 那些没有土地的人呢 得到分配到属于自己的土地的时候 最起码一开始 他们的生产的积极性会非常强烈 那么 这可以促进 提高他们的产量 促进农业技术的革命 这可以为现代工业发展 电力基础 所以土地改革 是中共建国之后的首要任务 三大任务中间 土地改革是对内的一个首要任务 必须非常彻底的去实践 那么土改之前的农村概况呢 跟各位大概解释一下 中国的农村大概 在原先土改之前 地主阶级占人口的4% 农村人口的4% 他们大概拥有30%的土地 可跟地 那么接下来 土改首要任务 就是要把人们分作所属的阶层 地主 然后呢 富农 然后呢 中农 然后平农跟雇农 富农呢 是拥有自己的土地呢 但是自己也会来耕种的人 自己会耕种一部分 多余的土地可能会租给别人 或是雇长工来耕种 地主呢 基本上他定义的时候是说 完全自己不下田耕种 拥有土地 自己不劳动 富农基本上 有地主的属性 因为他会出租土地给别人 或者是雇工人来帮自己耕种 那他自己也下来耕种 这样被定义为富农 至于你要如何界定一个人 是地主还是富农 还是中农呢 这里面问题就很大 细节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细旧 因为每个地方因地制宜 要有不同的做法 总而言之 大概给各位了解一下 地主阶级 占人口4% 拥有30%的可跟地 富农呢 占人口6% 然后富农有一点贡献是什么 他对农业生产贡献最大 因为他们估计他们基本上 6%的人口 他们贡献了50% 甚至有更多的农业产出 所以富农阶级跟中农阶级 其实是农 是乡村社会里面的 最能干的一群人 是主流 地主阶级很多人是受 富主印 继承土地来的 很多人也 不一定说都没有出席 但是有很多人 确实没有 没有贡献 起码对农业没有贡献 他们可能 生活在都市里面 这是有可能的 富农中农是真正农村社会 能干的一群人 各位请看中农 占农村人口20% 但是他们有一点影响非常大 就是他们支持中共革命 的比例非常高 他们占农民协会领导的 三分之一 以上的名额 另外 广大的70%的农村人口 就属于那些没有土地的人 或者是去租土地来耕种 变成电农 或者是出卖劳动力 变成雇工雇农 这是农村大概一个状态 那么土改要怎么做呢 中共下定决定 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 把那30%的可耕地 分配给那70%的 最底层那些人口 但是中间这两个阶层 基本上必须对他们做出让步 不要过度的打击他们 这是土改一开始的基本原则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不动赴农 因为要维持农业产量的稳定性 如果你打击赴农太过 很可能立刻就会招来农业嵌收 会导致饥荒的后果 这是第一个 第二 为什么不打击中农 有些中农可能也拥有土地 只是规模没有富农大 可能也拥有土地 可能也出租土地 可能也雇佣人 但是中农阶级呢 人数为数不少 而且他们中间很多人是积极的革命的支持者 他们占了农民协会三分之一以上的名额 所以中农是基本上被视为是中共的支持者 所以也不打击他们 富农是承担了主要的产出 不能打击他们 所以土改基本上是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呢 分给那贫农跟雇农 各位可以看到 土改之后 在农村的土地分配的状态 仍然不会是非常的平均的 各位可以想见吧 当然这是不得已 他们不能用绝对的平均去重新分配土地 那另外一方面各位要知道的就是 土改不是要把土地收归国有 大家集体所有 做到后来的人民公社那样的状态 也不是 他是私有制 各位要了解 这是革命之后建国的第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还叫做新民族主义阶段 所以他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他是要为中国发展工业化去奠定基础 他们在农村地区进行的土改就是这样的措施 必须在保持农业生产稳定的前提下 完成土地改革 因此坚决要消灭地主阶级 就是意思就是要把他们土地全部没收 然后分配给平农雇农 但是对于富农跟中农要做出让步 1950年夏天开始的这个土地改革 不同于中共早期在北方进行的土地改革 他是在上级领导下进行的 必须遵守党中央和政府的指示 因为当时中共全国性的政权已经建立了 所以尽管中共希望土地改革 是以渐进而有序的方式来进行的 但是他的冲突的程度仍然比中央所预期的要强烈了许多 后来开始发生一些变质 为什么因为韩战的爆发 超前战争爆发 使得对于地主的恐怖行动更加激烈 所以开始有很多地主阶级的人 真的是实质上身体上被毁灭 消灭不是只是没收他们的资产 是真的把他们处决 有一些人认为他们可能会是国民党的 反攻大陆的潜在的支持者跟力量 就会把他们消灭 所以这个时候的政治因素的考量 在土地改革之中的政治因素的考量 已经压倒了经济的需要 这是后来确实发生了一些变质 到了1952年底 土地改革运动基本完成了 但是个体农民所有制 只是通往集体化道路的一个过渡的阶段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 他为农村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 奠定了社会和政治基础 新建立的农村的领导层 主要是由贫下还有中农 产生的年轻的政治积极分子所构成的 与国家政治机构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使得国家的权威 国家的权力向下一直延伸到了自然村 这个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这是中国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 是没有这个能力完成的 而中共把它完成了 当然这跟现代的科学技术条件 有很大的关系 也跟中共的组织形式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乡村的地方隔绝状态被打破了 农民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个部分 并且逐渐的纳入国家市场经济中 这都是土地改革造成的影响 政府因此能够大量的掉锅农业的剩余产品 这是中国工业化的根本的前提 另外还有一点 土地改革还造成了农民的政治意识的普遍提高 所以土改造成的影响是非常的全面 深远而且透彻 它不仅在结构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社会 生产关系社会关系 而且它在思想意识上 也非常普遍的改变了中国农村的 庞大的农民 政治意识普遍提高 这都是中共这个新政权带来的一个 非常深远的影响 而且这个影响在两年之间就打下了基础 就普遍的实施 这点给梁树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的深刻 梁树民在这方面 基本上是肯定中共的作为的 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三个新政权的当务之籍的主要任务 第一个是国家统一 第二个是土地改革 第三个是要发展经济 经济发展 在这方面完成土改之后的1952年之后 1953年1月就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 中国的经济计划是从1月份开始算 跟我们这个年度从7月1号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直接从1月开始算 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1953 54 55 56 57 这三 这五个整年 这是五个整年到57年的12月底 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1953年1月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呢 在同年的10月1953年10月 政府就宣布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开始实施 就是要开始准备 要向社会主义过渡了 怎么过渡 何时过渡 那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后来共和国的很多很多的争议都出现在那个过渡的问题上 总而言之 1953年的10月开始宣布要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 这是一个 刚领性的主要刚领性的政策实施要开始了 然后这也宣布了什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结束 就是新民族主义到此为止结束了 我们把土地重新分配 在城市里面工商业 公私合营 买办资产阶级的资产被企业被没收 民族资产阶级保留 但是进行公私合营 所以资产阶级并没有完全被消灭 分为买办跟民族资产阶级 那么在农村地区呢 也没有收土地国有 而是重新分配 那么 他们认为1953年 现在开始 前面一个整顿阶段结束了 也意味着新民族主义阶段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结束了 现在要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 下一个阶段 下一个过程 这个阶段要正式宣告 要展开了 伴随的就是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 这叫做总路线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总路线 计划的实质呢 是加紧实现城市的工业化 全盘采用 斯拉林的 斯拉林主义的方式 措施和理论框架 基本上就是实施苏联模式 的发展 苏联的发展模式 重点就是工业化 地点集中在城市地区 好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就要来了 1952年 新政权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 计划的重心 主要放在重工业的发展上面 国家的总投资的92% 用在工业方面 你看财政总投资 92%用在工业 只有8%用在农业 用在农村 这个比重非常非常的悬殊 而且工业方面 这92%的国家总投资 里面的92%里面的88.8% 是用在重工业 这92%里面的11.2% 才是用在轻工业 所以重工业真是重中之重 整个国家 整个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 最关注的核心 重心所在 然而是苏联的实质的援助 其实是十分有限 尤其是相对于中国的体量而言 中国这么大 这么巨大的一个国家 虽然贫穷落后 虽然当时的起点非常低 但终究体量非常大 人口非常多 苏联提供给中国的实质的援助 其实是有限的 当时只占财政方面 总投资的3% 远低于预期 有些人可能还 期望它有更高 但是并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高 只有3% 而且 但尽管如此 苏联的援助 造成的对中国造成的影响 其实主要在技术 还有经验方面 影响是重大 因为苏联的经济模式 跟管理组织的形势 还是非常深刻的影响了中国 这个影响一直持续到大概改革开放 初期吧 这个影响 影响的就是动辄 就是到80年代左右 后来才慢慢的 才消退掉 但这个痕迹一直都在 这个对中国 对现代中国的影响 非常的深刻 非常的深远 这是苏联造成的影响 也算是苏联带来的帮助 因为当时确实 全世界的强权中 只有苏联愿意帮助中国 那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果 远超预期 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 快要是完成的时候 当时总工业的产值 根据统计 已经翻了一番多 就增加了一倍多 这个为中国提供了重要而稳定的 现代工业的基础 但是这个成功的背后的 社会跟经济的代价 大部分是由农民所承担的 城市的工业化 主要是建筑在 剥夺农村的基础之上 各位要了解 当时中国 你必须从农村去 剥夺农村的剩余 来贴补城市的工业化 中国不可能去掠夺其他国家外国 中国人只能在内部 自我剥削 区域 城市剥削 农村地区 所以牺牲农村地区 来贴补城市的工业化 1953年的中国 基本上在农村地区 是一个个体农户所有制的国家 是私有制的 土改其实并没有给农村带来繁荣 分散的土地和经营方式 也不利于采用更有效的劳动模式 跟现代化的农业技术 没有办法像苏联曾经广泛使用的那种 大农场式的 大积聚式的那种生产方式 农业生产方式 所以农村的实质的形式 严重妨碍了生产率的提高 所以土改并没有预期 带来那么大的繁荣 农民还是承受的比较高额的农业税的负担 而且还必须以国家规定的低价格 把粮食卖给国家的仓库 因为国家有它统筹的考量 必须维持粮食的价格的稳定 以维系整个社会的稳定 在这样的措施之下 当然农民是首先被剥夺跟被牺牲的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都知道这一点 也都知道这是无可奈何的 毛当然知道 毛本人当然知道 土改强化了农民 对自己土地的依附性 那么中共对于农民的个人主义 就是小农意识是十分敏感 所以很快完成土改之后 没有多久 1953年就宣布 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 所以坚持农业集体化是必须 接下去不可以拖 要循序渐进的 拓展农业集体化的措施 也就是逐渐逐渐要消除掉农业 土地的私有制 这才是真正的考验要来了 对广大的农民 尤其那些 贫下中农 各位可以想象 贫农雇农刚刚分配到属于自己的土地 才几年 几年不到 然后国家就宣布要进行农业集体化 也就是要进行公有制 这是一个真正的考验就要来了 总而言之 以上的这个论述 请参阅莫里斯·麦斯纳 莫里斯·麦斯纳的著作 《毛泽东的中国集齐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这是中文翻译出版的 是香港的中文大学出版社 我上面对这个建国初期的情况的描述 大体上是引述麦斯纳这本著作 好 前面的 那个背景的铺陈 让各位应该大概理解到 一生最关切农村议题 农民议题的梁树民 与一个 他的同龄人毛泽东 现在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 他们都自诩为 为农民 最了解农民农村议题的人 于是在1953年 他们两个人发生了公开的冲突 我前面介绍了 这一段一系列介绍当时的时代背景 各位可以了解 这个新中国 这个新政权建立 本来可以不必那么的专制跟恐怖的 但是他不得不做 因为他受到外来的威胁 然后呢 他的发展 贫穷落后 他必须接受 苏联的模式 苏联的支援 这都无可厚非 但在这个过程中 慢慢的 特别是以毛泽东为首的部分的领导人 他们觉得苏联的这个模式是他不能接受的 特别是把重心都放在重工业上 其实苏联后来对轻工业也做得不足 我们看到后来苏联快要垮台之前 当国家在 民生必需品方面常常很缺乏 很匮乏 也就是苏联 过去他们的发展模式 确实把重心放在科学技术 尤其是重工业 所以他们太空科技 高科技 军事武力都非常强大 那他们常常 一双鞋子 衣服 这些民生必需品 然后他们的农业 常常有很多的浪费 经营不善的方式 这些其实早在五零年代初期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模仿苏联的 是苏联人帮助的 很多地方也就是苏联人设定的计划 你们去实施 那么其实毛 他们领导阶层 很多人就已经开始觉得 这不是我们中国要的 而且好像也不见得完全适合于 中国的现实的条件 中国所需要的 必须因应中国现实的情况 来制定属于中国人的发展之路 那么其实在这方面 梁跟毛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当然我相信毛所掌握的资讯 也很多过梁 因为毛终究是国家的最高领导 他掌握的资讯是全方位的 全方位的 梁树铭身为社会贤达政协 全国政协委员 他的资讯 以及他过去的惯性 他所努力的方向 他所工作的 的主要的范畴 我相信他还是 他当然是比较偏重于农村地区的 他关注是农村跟农民 好 所以在上述那样的背景之下 我刚才做了那样的一个铺陈跟介绍 环绕着农民的议题 各位应该有点概念 为什么后来 1953年就出现了他们两个人的公开冲突 1952年到8月7日 记得我上一讲曾经跟各位介绍过好几次 毛泽东不断的邀请梁树铭见面 谈话从刚刚建国开始 不断的邀请他 当然主要都在谈农村农民的议题 梁很受到毛的重视 毛很重视梁的意见 也对梁树铭很客气 而且还邀请他加入政府 但是梁树铭拒绝了 他不愿意正式的加入这个新政权的政府 毛是不是很愉快 但是我们上一讲都有大概介绍过 但是他们两人见面的频率非常的高 以当时刚建国的形势下的毛 所面对的各种各方面的全方面的局面来说 他邀请梁树铭见面的频率是非常的高 由此可以想见 他对梁的重视 1952年的8月7号 他又邀他见面谈话 谈的是梁之前写了一篇文章叫 《何以我忠于落归改梁主义》 还是一篇反省的文章 他写完之后 就托人交给毛阅读 请毛指教 这个文章写于1952年的5月 一直没有公布 直到1987年的6月才首次以这个《我的努力与反省》这个题目公开发表 后来收入到梁树铭全集的第六的卷征 这篇文章没有非常的长 就966月到1030页 也还算长 也算 分量还算蛮长的 所以毛泽东当时跟他见面说 他又找别人先阅读 把重点讲给他听 他没有办法阅读 他时间实在不够 但他说他觉得你的自我反省我觉得很好 你的思想事件有进步 你现在因为大的建国初期的种种的巨大的变化 你开始有 我觉得你有很大的进步 但是毛泽东直接了当跟他说还不够 说你慢慢来不要急 但是我觉得你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那么梁就提出了一个要求 说他想到苏联进行考察研究 毛认为不妥 为什么呢 毛有跟他解释说 苏联是一个国家 我们是一个国家 你在我们国内进行这个调查研究 你去苏联呢 又不是到人家的校园里面去待一个学期 两个学期 做一个专题研究 又不是一个我们正式的考察团的形式 去苏联各地考察参观 你一个人带一个团队去 好像没什么理由 人家为什么要招待你 接待你 就是我们说不出口 所以我没有办法替你安排 跟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就在国内做一番调查研究呢 你不必急于要去苏联 而且苏联是一个国家 我们不好对他们做这样的要求 就安排你一个个人去自由的到处参观考察 所以他说 你会不会留在国内 我们可以给你 我可以给你几个助手的名额 你就带你的原来的老学生做你的助手 当然就给他们正式的名额 跟待遇 让你们这个团队陪着你自由的选择地方 选择题目 随便你要考察任何问题 因为梁树民问毛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你要我去考察什么 毛说随便你要研究什么都可以 农民工人城市农村都可以 去哪里都可以 去哪里呢 你可以带你的助手去 而且公家还可以给予你一切的方便 所以这是非常领域他 也对他非常的客气 所以他就放在心里面 他没有不置可否 但是毛已经很快的 谈完话之后就 就交代很多人去照办 这一次的谈话呢 我特别提出来是要跟各位讲 结尾的时候有一个插曲值得记述 我觉得很有意思 很值得注意 因为梁去建毛的时候 受了张东孙的请托 张东孙是哲学家 燕京大学的教授 因为张东孙在建国初期的时候 被邀请进入到中国的 张东孙是接受邀请进入到 中国新政权的政府里面去工作 他是那个60个政事的委员之一 以这个燕京大学的教授的身份加入 但是呢 燕京大学是美国的教会学校 张东孙很快在建国初期 1950年代初期 就牵涉到了一个美国间谍案 那个间谍后来被 被抓获 他的收集到 没收的他的那个掌握他的情报 发现张东孙跟他有联系 而且张东孙直接透过他跟美国联系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 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 也给了毛很大的一个教训 就是当初那些民主党派 社会贤达 尤其特别是知识分子 都 他会开始 毛开始有一种感觉 认为说你们 愿意跟我们新政权合作 表现得非常支持 非常的热情 可是私底下 你才跟美国 暗通款取 甚至于还预作准备 想要理应外合 如果我们 一旦 朝鲜打不下去了 或者国民党反共 我们不稳的时候 你们又会翻过身来 帮助国民党 帮助美国 所以毛开始对知识分子 起码透过张东孙这件事 他对知识分子开始 我相信那个信任感 降低了非常多 非常非常不信任 所以张东孙这一段时间 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 非常紧张 因为他知道 他开始 他知道他的那个证据都被掌握了 所以他借的 听说梁要见毛 就请求梁跟毛表态 替他向毛说情 梁表示了之后呢 毛就回答他说 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 彭真要捉起他来 彭真那是北京市长 要把他抓起来 我说不必 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 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 那这个 你这个人呢 我过去都对你们很客气 你们是社会贤打 国内第一流的知识分子 第一流的哲学家 现在你 你这样子 我看不起你 毛其实讲的就是 我看不起你这个人 作为一个人 我以后不要再见你 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 所以后来张东生还是在大学教书 没有因为这件间谍案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 也没有坐牢 但是起码 他从此失去了毛 以及失去了新政权对他的信赖 不再相信他 也没有尊敬 没有任何尊重 从此我看不起你 我不要再见你 然后更明显的是 我根本看不起你 有推翻我的能力 你是个秀才文人 你造不了反 这个我特别引述这一段 要跟各位表述 接下去梁树明跟毛冲突之后的 后来的后续 各位先知道这样的一件事 接下来到1953年了 一年多以后 刚才是1952年的8月 现在53年的9月8号 开始召开一个全国政协会议 也开中央政治 中央政府的会议 都一起开 杨树明就出席了政协的常委扩大会议 参与讨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总路线 因为10月刚才不是提到吗 10月就发布了 过渡时期总路线 这个是在发布之前 在讨讨论在中间的纲领 纲要条文 要请政协委员 全国政协委员参与讨论 其实当然这个政策的条文 拟定当然是中共拟定的 但是要政协参与讨论 最后投票通过 那么9月11号的时候 梁树明就发言 提到过去20年的革命 主要是依靠农民 他就提到 然后说革命成功之后呢 中共的主体就进入了城市以后呢 政府便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城市 他等于在讲这个 刚才我那个背景铺陈 各位也可以理解到 他等于是说 你们是靠农民起家 靠农民支持 才获得成功的夺取了政权 现在建立了新政权 你们都进入城市 把重心都放在城市 你们开始忽略农民了 这是一种责备 算是一种责备 但是他认为 他是善意的责备 提出批评意见 梁树民进而批评到 他说 今天建设的重点在工业 精神所住更在此 生活之差 差日之差别 工人九天 农民九地 工人在九天之上 农民的生活在九地之下 农民就往城里跑 又不许他跑 人才财力集中都市 虽不说仪器吧 不说脱节吧 恐怕多少有一点 你们确实 多少少有点仪器了农民了吧 有点跟农民脱节了吧 然而农民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农民 对人民照顾不足 教育不足 安顿不好 建国如此 这怎么叫建国呢 当初革命的时候 农民受到日本侵略者 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虐 他们当时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 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 这个指责 有一点严厉了 有一点 有一点对中共 算是蛮深切的责备 到了第二天 9月12号下午 本来是中央人民政府会议 不是政协会议 那是中央人民政府会议 应该是他们当时的两会 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呢 要听取一个很重要的报告 是彭德怀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总司令 来报告 抗美援朝三年的总结报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府报告 中央人民政府的会议里面的报告 那么身为政协委员的梁树民 他们是政协委员 并不直接参与这个中央人民政府会议 但他们列席坐在后面 是能够大厅的后面 他们是旁听的 本来就是梁树民 就是彭德怀讲 讲抗美援朝的总总 做一个总结 本来跟梁树民完全没有关系 可是毛听完之后 做讲评的时候 突然插入一句话 他说 有人反对我们的总路线 替农民叫苦 大概是恐懵之徒吧 他就说了这几句话 没有点名 梁树民当时就觉得自己受到冤枉 你就是在讲我吗 我要辩解 我绝对没有反对总路线 我只是觉得政府对农民照顾不够 我们要谋求改善 对他要求发言 虽然你没有点我的名 但是很多人都知道你在讲谁 那我必须要做出辩解 那么第二天9月13号 他见到毛 想要讲话 但身边都是人 所以毛跟他挥一挥一手说 你就是反对总路线 但是他们后来 都是人 然后他们接着要参加下一场活动 所以就没有机会再讲 但当时毛有跟他说 你就是反对总路线 就要挥一挥一手 他就更不舒服 所以14号15号 都是重要的报告 没有轮到他发言的机会 他就要求 后来获得了一个再度登台的机会 是9月16号 这次呢 他觉得 他除了再度的强调 再度的声明说 我支持总路线 这是我的基本立场 我是支持的 但他又再度的把那个工人九天 农民九地的说法再讲了一遍 并且 这次他在 他觉得出于善意 他再次提出了他具体的制度的建议 做法 怎么样措施有所改善 这个提出了 这个提出了他的比较农长的发言 但后面主要在讲他认为的 但事实上他 触怒谋 就是在他讲工人九天 农民九地 就是9月16号 他再讲一遍 他觉得 他觉得 或者情绪上 或者舒缓 我觉得我终于比 十一号那一天 十二号那天讲得更明白了 十一号那天 到了9月17号 开会的时候 到了会场 发现每一个座位上 印了一篇文章 那文章是梁淑明49年的旧文章 国共斗争最激烈的时期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一看到那文章 放在每一个与会代表的桌子前面 等于他就知道 这是一成之一 既然是他的文章 就是今天这一场会议 是要来批判他的 所以一开始 张伯军就发言 张伯军就开始批判他 从他的旧文 接着周恩来 发言 也批评他 都是批评梁淑明 周恩来的批评是比较委婉 看起来很严厉 但是很多地方都 周恩来 大概大家都知道他的做法 事实上 大家并没有想以梁淑明为敌 长期以来 他们的交情 跟他们彼此的善意 都是存在 所以这只是一个 毛泽东的意见 所以他们只是要走 一个过场 准备今天九月十七号 最后一天 这个两会最后一天 我们最后把你批评一顿 批评完了就结束了 但是在这批评的过程中 发言批评过程中 毛泽东三度插话 三度插话就讲得不好听了 一次说 你就是心存恶意 一次说别人是以刀杀人 用刀子来杀人 你是以鼻杀人 另外又说你根本就是个伪君子 如果你一开始就说你反对总路线 你认为说不应该把 直接了当就告诉我说不应该把 大部分的资源放在重工业发展上 应该多调动一些预算 去做农村的工作 然后你说你反对现在总路线 你觉得现在不是开始总路线 不应该现在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我还会认为你是心存善意的 只是有点傻气 书生气 现在你又跟我说你不反对总路线 觉得现在就可以开始过渡了 过渡社会主义 但是你又另外一方面又跟我们说 我们对农民照顾不对 我们跟农民脱节 我们对农民抛弃 这样子说 我就认为你就是心存恶意 如果你一开始痛快 痛痛快快的说你 你反对总路线 我还觉得你是心存善意的一个 糊涂书生 但你现在这样子讲 我就认为你是心存恶意 而且是以比杀人 你是个伪君子 但是毛在第三次插话的时候 他又说了 对于你啊 他指的杨树民坐在下面 非指这一次我不开除你的政协委员 下一届的政协人将有你 为什么呢 因为社会上有一部分的人 还受你的迷惑 我这个引言都是栽制他的年谱 就是他的学生把当年毛的发言 记录在他的年谱中间 梁这个时候就起立要求发言 主席台就宣布 本来这一天 这一次政协会议要结束的 说我们延期一天 延长一天 明天再发言 允许他次日发言 其实我看到这边的时候 我都觉得主席台的成员 是想要给梁树民留一个余地 就是觉得说不要在这个风头下 你发言 也许会讲出一些不恰当 很情绪性的话来 不希望他跟毛冲突 希望他就这样过去了 赶快结束了 但是明天给你一个发言的机会 希望明天他能够讲一些 柔软一点的话 跟毛化解一下就好了 就第二天9月18号 我引述梁树民后来 自己做的一个反省的文字 那篇文字叫做 1953年9月8日至18日 一段时间内的事情 他根据他日记写的 所以这是梁树民自己写的文字 他说9月18号那天 午后开会 我登台发言 气势甚甚 我说 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 而主席却误我 反对总路线 你等于是诬赖我 今天我要看一看 毛主席有吴雅亮 收回他的话 所以这话 气势很甚 就是我 我就是今天就来跟你顶着 毛立刻立声说 告诉你 我没有雅亮 我正在再说下去 会场那群众轰然而起 要求扯我下台 有人冲上来 要拉他下去 被人家阻止 因为终究有人觉得 你不能对一个老知识分子 说这种话 做这种动作 还要对他使用暴力 不容我才发言 我只得 但是整个形势上 闹得太凶了 我只得下台归座 却还好 很快 我就顿然清醒了 自知高狂我慢 不成样子 就是我自己啊 那个自我太高了 高狂我慢 不成样子 他立刻反省自己 觉得 我凭什么叫毛 要跟我认错 收回他的话 在这种 这样的场合里面 等于是全国范围之内 我凭什么这样子 所以他开始自我反应 他于是心气平静下来 就坐在那边 静听几位先后 斥责我的发言 就连续有几个人起来 发言指责他 太狂傲 太骄傲 死不认错 就是一开始有人指责他 然后他就坐在那边 不讲话 在听 末后 正邪 就是举手表决 把我的问题 交付政协权委会 开会来讨论处理 后来 基本上就是 也没有处分他 也没有怎样 但他从此就 他自己就请假在家 后来就不出席会议 然后后来会去 一些欢迎外宾啊 一些正式的国 国事活动的场合 都会对他发出邀请 但是同时 也会跟他说 你不想参加也没有关系 因为他有一些 他就 他就后来就开始 请假 说身体不好 或者有事情 他就不太愿意再参加 那 他后来还是政协委员 确实如此 这一次的风波之后 梁跟毛 终生再无毁灭 这是1953年了 各位请记住这个时间 1953年 毛是1976年去世 所以接下来二十多年 他们两个人 终生再没有见面 对比于刚才前面 我们讲的那个张东孙 我想毛再一次 在一个知识分子身上 感受到了一种 起码他自认为 他感受到一种恶意 跟你的那种娇慢 然后毛确实很不喜欢 他们这些知识分子 经过了这些事情 像张东孙的间谍案 现在跟梁树明的冲突 我们过去看到很多讨论都在想 都站在梁的角度 其实梁有自我反省 他觉得自己也不对 在态度上 在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立场上不对 过去我们看到都说毛都不对 不过我今天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对比 只是请各位朋友 可以想一想看 毛可能的感受是什么 他是不是开始觉得这些知识分子 是不可信赖 在我努力建国的道路上 我原先以为他们是可以依仗的 梁师义友 党外的朋友 现在我开始觉得我不能相信他们 我个人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虽然他跟毛再也没有见面 他等于是被冷淡对待了 从此以后 可是这个 如果我们从一个祸福相宜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或许也让梁 无意之中让梁避开了 后来1957年的反右运动的冲击 各位要了解 后来四年之后就发生了反右 反右运动最大的冲击 就是普遍冲击到知识分子 那么各位请看这一系列的 建国初期的这一系列的 张东孙案 到这个梁树明跟毛的冲突 各位可以想一件 如果你站在毛的立场 你对知识分子的整体的印象 是不是在逐步逐步在往下走 我不是在替毛辩护 我只在说 这似乎是一个 也是在一个渐进的过程 所以1957年就发生了反右运动 反右之前的双摆政策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原先想希望透过党外的力量 来监督 来督促党内的 的风气的端正 作为一个约束力量 作为一个督促力量 但是后来批评的声浪过高之后 然后翻转过来就开始斗 反右运动 斗知识分子 那么这个似乎 有一个脉络可循的 我不是称赞 我不是赞许这个说 我只是旧事论事的看一个社会 一个历史的演进的发展的过程 觉得这似乎 有一定的脉络在进行 梁树明也是其中的一个缓解而已 张东孙是其中一个缓解 让毛从此 对知识分子有非常大的戒心 你居然 我那么信赖你 你居然 私通美国间谍 间谍网 如果不是被破获 我们还一直把你 寝入到我们政府的组成 重要分子之一 没有想到你会这样子 那么梁树明呢 毛真的被他激怒了 我没有办法做心理分析去分析 毛到底是怎么想 但我想这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 我们上一讲曾经谈到 毛良自己反省说 他对他跟毛的交往 在延安的时候谈得非常投气 非常投气 但是后来建国之后 他们见面的时候 虽然更客气 更领域了 但他总觉得 尤其他拒绝了毛的几次邀请之后 他觉得毛真的对他很不满意 那么现在这一次冲突呢 其实讲的都没有错 毛 我们接下去再分析 毛对当时的政策 当时学习苏联的模式 是不满意的 确实忽略了农民 对农民太不公平 毛是 想要改正的 但是梁树民这样一批评 毛反而很奇特的被触怒 而且是这么激烈的愤怒 这是让很多人都很意外的 我也没有明确的答案 因为我无法研究历史 只能看行机展现出来的事实 曾经发生过什么事 我没有办法去分析他的心理 我是能大概的揣测 他可能的感受 但是我不能完全替他说 他心里在想什么 总而言之 他们两个人从1953年之后 再也没有见过面 梁活到1988年 毛活到1976年 他们接下来20多年 都没有再见过面 他们此生这是最后一次 见面面对面 而且在一个公开场合 这么激烈的冲突 毛真的确实身为国家领导人 他是失态 他失态 梁没有责怪他失态 但梁也自我反省 觉得自己太不给他留面子 也不给他留余地 丝毫没有考虑到他当时的身份 是国家最高领导人 总而言之 这是一个很不幸的 无论对他们两个哪一个人 或者对整个国家 都是一个很不幸的风波 从此以后 他们这两个人 再也不见面 主要就是毛再也不想见他 好 接下去要跟各位介绍 在这之后 1957年发生了反右 但是到1958年 出现了两个大的运动 大跃经跟人民公社 化运动 要跟各位 同样我用Myssen的书 做一个基本的参考的来源 跟各位介绍这两个运动 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年到1957年 他的成就虽然显著 但是到了1956年的前后 毛泽东跟其他的一些领导人 认为苏联式的发展的道路 付出的社会代价实在太高了 哪些代价呢 官僚主义的膨胀 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 还有特权阶级 特权阶级特别指那些 有专业技能的 就是后来苏联 也曾经出现过那些科学家 工程师 就是所谓的科技官僚 那在发展的过程中 尤其是你管理企业 管理工厂里面 具有专业能力的人 他们常常因为贡献巨大 所以受到享受比较高的待遇 享受比较高的权威 于是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级 另外 苏联模式还会造成城乡差距拉大 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以及延安时期 他们中共所形成的那种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 逐渐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中 逐渐失去了 逐渐衰弱了 那种强烈的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 他们认为是他们的理想 就是这时候逐渐的衰退 所以这些自认为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人 觉得无法再继续承受这样的 不能让这样的形式再扩大 不能在这样的程度再继续发展下去 所以他们觉得 我们必须要有所改变 毛泽东在1955年7月31号就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那是一个讲话 就代表着一种全面的历史转折 因为他们要进行农业合作化 也就是说农村地区那个土地要公有化 开始进行合作 先做初级合作设 然后中级合作设 然后最后变成人民公社 这是他们的理想 那么农业合作化的 这个讲话发表之后 代表了一种全面的历史转折 中共从此 抛弃了苏联的模式 毛主义或者是毛路线 开始出现在建国之后的历史舞台上 所以中国新政权直到1955年 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转折 之前基本上对苏联是一步一趋 言听计从 大体上是 现在开始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就是毛泽东思想 毛主义路线 毛的路线 原定在1958年开始 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结束 原来1958年应该要开始 第二个五年计划 虽然没有被正式的取消 但是却被大跃进运动所取代 于是发动了大跃进 就是在1958年 1958年在同一年稍后 到了夏天跟秋天的时候 又开展了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所以1958年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 这个中共 这个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政权 在成功的实践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取得巨大成果之后 主动改变 走向另外一个发展道路 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这两大运动结合之前的总路线 合并起来 统称为三面红旗 我只能大概点到 没有办法详细的跟各位解说 总而言之 58年是一个关键年 大跃进运动的基本的想法是什么呢 是同步发展 不再局限 不再集中在重工业 希望同步发展重工业 轻工业 还有农业 希望 要充分的利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 因为中国有非常巨大的劳动力 人口 有非常大的劳动力 希望使这个 这方面的资源能够充分的 让这三个经济部门 重工业 轻工业 农业 能够有机的共同增长 互相促进 我引一段麦神人的话 他说 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结合 被认为是符合中国的这个社会与经济基础的选择 地方工业的发展 会促进中国比较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缩小地区间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而农村的工业化 将是消除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第一步 农村的工业化 各位也许朋友们 有些人有心人都还记得 中国共产党毛之后的改革开放 第一个阶段其实是有过乡镇企业 那个时候 那条路后来很快就被 后来西方式的发展模式给取代 但乡镇企业的那个阶段 其实还有非常浓厚的毛路线的色彩 只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提了 好 总而言之 我底下方underline 无论工农差别跟成像差别 希望尽快的尽可能的消除掉 不要让它继续恶化下去 这是毛主义者最关切的核心议题 所以大跃进了原来的基本思想 是希望三个经济部门能够结合 能够比较平衡的共同发展前进 不要只集中火力在重工业 不要偏 希望共同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想法 至于它怎么做 那是另外一回事 怎么在当时的中国去实施 那是另外一回事 当然有很多很多值得讨论的部分 但是那是它的基本的想法 跟苏联发展模式就很不一样 人民公社化就更不要说了 人民公社化运动 基本上是一个激进的空想主义 所以人民公社化运动实施之后 很快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1958年秋末 人民公社化其实是夏天到秋天之间 到了秋天结束的时候 快到冬天来的时候 立刻就出现了粮食短缺 因为人民公社化一开始 那个大食堂没有限制的 然后大跃进有很多夸大的数据的申报 这个我们在很多 无论是戏曲小说 或者是一些文字技术回忆录里面 都看到很多 包括电影里面都看到 当时的一些疯狂 近乎疯狂的举措 所以到1958年的秋天 秋末 梁时就短缺了 梁时一短缺 开始 人们开始感到饥饿的时候 运动就受挫了 到了年底 1958年年底 毛在党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党内很多人开始对他不满 所以说他就 卸下了国家主席 让 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 但他仍然担任党主席 他没有放弃党主席 国家主席让出来 让给刘少奇 这时候他已经不能再为所欲为了 他最重视的这个运动 人民公社 大跃进 这时候很快就受到挫折 当年之内就 就受到挫折 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形式已经形成了 后来就形成了毛跟刘邓路线的斗争 1959年的7月2号到8月16号 因为这时候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了 从1958年的年底 所以到再过了半年之后 召开中共中央的这个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的动机 原来是要纠正左倾的错误 但是后来因为 彭德怀的万言书 乃至于引发了毛跟彭的激烈冲突 毛跟彭的激烈冲突 这个冲击远大于毛跟梁树民的冲突 因为彭德怀的地位是 是不是梁树民能够相比的 在革命阵营里面的地位 然后彭德怀又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总司令 十大元帅 国防部长 曾经的国防部长 所以他在解放军中的地位都非常高 他批评毛 批评大跃性运动中的种种的流弊 他没有公开的批评毛 他只是给毛私底下写一封信 讲述他回湖南看到的种种 请毛要注意这些事情 毛把他的万言书 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像前面我们之前看到 他对待杨树民的方式 把他印发出来 发给余会的代表 在庐山会议的后期 于是彭德怀就大怒 跟毛泽东冲突 本来一个要纠正过度左倾的 趋势的一场会议 后来变成反右 虽然同被划分为右派 反党反毛主席的分子 那么当时 庐山会议 中共所有的重要领导人都在场 只有 总参谋长黄克成 然后外交部的 外交部副部长 实质上负责外交事务的张文天 另外还有湖南省委书记 周小舟 只有这三个主要的人物 够分量的人物支持彭德怀 其他人都不讲话 于是他们四个人就被打倒 庐山会议就用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形式 虽然宣告了毛在这种 党内的意见分歧的斗争中的胜利 可是之后呢 毛实质上输了 所以他把 黄德怀 黄克成 张文天等人打倒了 但是他自己 其他人虽然不讲话 但其他人是同情了四个人的 所以毛泽东会议之后 大跃进其实做不下去了 名存实亡 到了年底 1959年年底 彻底结束 所以大跃进实施才一年多 从1958年年初开始 到了1960年 毛已经不再决定具体政策 然后这个时候毛开始 认为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混入党内 支持着支配的共产党 所以他开始在自己老同志之间 也开始产生了 抵我意识的怀疑跟矛盾 所以共和国的历史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跟各位大概做这样一个介绍 其实我今天讲的主要 当然是讲梁树民了 但是因为这段历史太重要了 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毛泽东活着的那一段时间 前面二十几年 你知道毛去世 意识形态 思想观念 扮演的绝对重要的角色 它不是只有实质上的政治事件 经济建设或者是军事对外冲突 它所有东西最核心的 其实都是概念 观念 意识 在做 因为毛是一个极度重视 观念意识的人 所以这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尤其是前二十多年 前三十年 毛泽东时代 观念是非常重要 概念的意识形态的讨论 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不得不对各位 做这番的铺陈 请各位能够理解 那么1959年到1961年 这三年 596061 这三年事实上 叫做称为三年饥荒 就是因为大跃进措施 处置不当 人民公社运动过度疯狂 导致了一个控制不住的结果 后来造成了三年饥荒 死亡的人数呢 非常的不确定 国际上最反共的机构 认为说有到三千万人 那么比较保守的估计的 包括中共官方自己承认的 也觉得有一千万人以上 因为这很简单 只要看到时候的死亡人数的 登记的统计 有多少人远超过 正常死亡的比例 每一个社会 如果在一个正常状态下 有一定的比例的人数的死亡 每一年每一年 如果你连续三年出现了 非正常死亡 或者高出原来正常的死亡的比例 那个多出来的人 如果没有瘟疫 没有战争 没有天然灾害 那就是饥荒 因为那时候出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 就是全国各地都在闹饥荒 那就是饿死的人 所以死亡数目不确定 但好歹大家都承认 那是三年饥荒 而且很多人死于饥荒 死亡人数最起码一千万 一千五百万应该是跑不掉的 死于饥荒 这数目是非常惊人的 这三年饥荒的原因固然 与干部官僚权力过大 缺乏约束机制有关 但是毛 身为当时的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 而且是他发动的这几场运动 八月进人民公社 所以他有的不可推却的道义跟历史责任 我接下来就要讲到今天 我们这个标题主题 就是杨树明在1959年到1961年 这两年期间 他写出了一个将近六万字的一篇文字 叫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跟大表现 这篇的副标题叫做 是说明建国十年 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 写作的时间整整两年 1959年的一月到1961年的一月 我特别标出这个年份 然后借由前面我所说明过的 各位可以注意到 他写这个文章说 恰逢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受挫的时间 刚好就是这两场运动受挫 而且国家开始陷入三年饥荒的时期 刚好就是三年饥荒的三年 596061 他还写出这样的一篇文章 为什么在这个期间的梁树明 仍然会写出这么一篇 近乎六万字的文稿 而且基本上仍然在全面的肯定毛路线 这一点应该很多人都会觉得非常奇怪 非常不可思议 因为这个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受挫之后 带来的后果这么严重 国家遭遇到这么大的打击 死了这么多人 为什么他还写出这样的一篇文字 基本上是肯定毛 肯定毛的路线 是不是很不可及 我个人认为 杨树明其实并没有讨好毛 或者讨好中共的意思 我个人对他有这份信心 我知道他没有这个意思 他不是在讨好人 他是真的以一种学习的心态 去探索马列主义 以及毛思想 在过去十年间在中国的实践的历程 和他的成就 他基本上真的就肯定他们 而且他试图要找出原因来解释 他们为什么有这些成就 那么梁树明指出 这篇文章一开始 第一句就是说 很久走着下坡路的中国人 自从全国解放后扭转过来 走着上坡路 从1949到1959的十年之间 越走越快 于是就出现了大跃进的口号 这是第一句话 整篇文字的第一句 由之上面这一句的开场白吧 可见 大跃进在梁树明的眼中 其实是一个可贵 而且值得珍惜的发展阶段目标 其实一路这样 衍生下来 他是肯定达越近 梁树明对于人心 有一个基本的假设 人生无目的之可言 我引他的话 他说假如有目的的话 就是创造 无尽的创造 创造本身就是 对很多人来说就是 人生的目的 一切必用后生的经济建设 不过是为了更高的创造 准备条件 更高的创造 又给更更高的创造 做前提 无事 既长增高 又修止 这是他对人心的一个基本的假设 人有创造的要求 有这个需求 杨树明认为 人类的创造力的最大的阻碍 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斗争 最极端的斗争的例子 就是战争 不仅会阻碍人类的创造力 还会带来破坏 毁灭 这个想法是非常东方式的 西方人很多人 其实歌颂战争 而且他们很多科学技术 是从战争来的 或者是战争的准备 造成他们很多科学上 工程上的突破 发展 但是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东方式的 知识分子的想法 认为战争是破坏性的 而且是阻碍 实质上阻碍人类真正的创造力 真正可贵的创造力 最大的阻碍是人跟人之间的斗争 斗争最极端 最严重的是战争 所以对战争是绝对不歌颂 然后梁书明说 唯有人们站在全人类这个大立场而活动的时候 或者 虽然出发于个人意识 或者是个人意识以上较大范围的意识 但是还不是全人类 但是你出于个人意识 或者是稍微较大范围的意识 而无违于这个全人类大立场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方当真符合人类创造力的发展 发挥表现之意 意就是那所谓的天经地义 天然应该有的那种道理 然而 这在人类历史发展 只不过到今天这样的地步还差得远 人家执意就说 其实 杨树明认为人类到现在 进化的还不够 还不够非常的完美 还差得很远 今天最高的标准 似乎不越国家这一范围 这是 现在所处的二十世纪 他写这篇文字的时候 他觉得 人们最高的标准还是 站在国家的立场这个范围 但是超越国家的还是不多 但是 画风一转 梁树明就坚信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具备有利于此的崇高品质 因为这个社会主义理想最终是站在全人类 不是只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 甚至于更为超越 所以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正是这样 我们守定国家立场 而极力要求世界和平 所以他肯定新中国这个政权 第一个守住了中国人的立场 但是又不限于只是中国人 不是要把中国人去压倒其他 压迫其他民族 而是要极力要求世界和平 所以既能守住自己民族立场 又能够要求一个大同世界的理想的可能的实践 倡导着全人类的这个更大立场 所以从理想目标上 杨树明是非常肯定这个新中国政权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理想性 也就是所谓的 我们上次讲的透出人心 透出人心是代表一种理想性 杨树明强调 领导广大群众去发挥表现 他的创造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一个要先建立对于广大群众的统一领导权 第二还要善于掌握跟运用这个领导权 这是不容易的 但是他肯定 共产党跟毛泽东 掌握领导权 掌握中国国家机构的能力 他完全的肯定 我觉得这起码比我梁某人高明太多了 我就没有这个能力 他们都做到 而且全然的掌握 而且他肯定他们 不但掌握领导权 掌握国家机构的能力 而且他们会善于运用他们 他们还有他们的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是这个政权的理想性 走社会主义道路 是站在全人类立场去发展的 做到了集中领导统一规划 在手段上他们做到 所以这方面在手段上面 具体实施方面 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集中领导统一规划 所以就能够把很大规模的事情 妥善的计划跟安排好 能够实践 发挥出效果 这是他的优越性能够发挥出来 然后还肯定他们成功的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各位请不要忘 就是透出人心 他在这三方面都肯定 中共跟毛泽东 觉得他们做的实在 在他看来非常的理想 让这个国家完成了 主权统一 国家领土统一 主权统一完整 第一步 完成了土地改革 然后第三个 开始经济建设 在这个过程中 又能够修正苏联模式的不足 设法一定一个 更平衡发展的一条 处于中国的道路 但是这个整个目标 是为促进全人类的福祉 不是只为中国人谋福利而已 这点很重要 因为他重视的是 这个国家政权 有没有一个最终的 更高的理想 他都肯定他们 包括 到了1950年代后期 走上了大跃进的道路 他也肯定他们 各位要注意这一点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 所以 我只能大概的 跟各位做一个 我个人的一个 初步的 对这篇文章 初步的一个 我从这篇文章 大致上可以看到 尽管大跃进带来的悲剧性的灾难后果 当然梁树民都感受到 饥荒在周围发生 当然他感受到 但他似乎跟毛 共有一个 共同的见解 这个毛 跟他 其实差异不大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这个看法 他们的共同见解是什么呢 就是 其实 毛 原则上都肯定 大跃进的方向 梁也肯定 梁肯定毛 毛 当然自我的 非常肯定 大跃进的方向是对的 但是毛承认他 他闯下了大祸 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但那只是在实践过程 手段方面 不够理想 造成的失误 导致的后果 方向 原则 没有错 毛是这样子想的 所以刚才我们前面的铺层 就讲过 毛退出之后 他承认错误 他必须让出国家主席 然后他不再 居于第一线做决策 但是他同时开始觉得 他被孤立了 他觉得资产阶级分子 就是那些敌人 混进了党内 他开始怀疑他的统治 我们刚才看到 前面我讲到 1950年代前期 他跟张东孙的批评 他对梁的 当众的冲突 甚至于他羞辱梁肃民 这是他不再信任知识分子 到了1950年代末期 进入到1960年代初期 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酿成大祸之后 毛承认他要负不可推却的历史 跟实质的道义责任 但是他同时 他的内心深处觉得 方向是对的 现在有人要借着我的 手段的失误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来改变我的方向 而那些人居然有一些 是我党内的同志 我开始觉得这是敌人 渗透进了共产党里面 要把我们导向一个 完全违背我们原来 革命理想的方向 相反的方向 于是他开始 对同志有了敌我意识 50年代的前期 他对知识分子开始不再信赖 我曾经认为你们可能是我们党外的真友 只有现在 我 张中生我看不起你 梁树铭我讨厌你 你跟我装什么 你还指责我们 我会 对农民的理解 跟农民的同情 我会不如你吗 这是某可能会这样子想 那么现在 大跃进失败了 人民公社失败了 然后他被逼退居二线 但是他同时看着刘邓的路线 完全背离他原先所希望 导引的中国建国之路 这时候他开始 觉得敌人开始渗透进入到党内 包括他对党内同志 几十年的革命同志都开始怀疑 他们可能是敌人 实际上他们是敌人 毛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心态 但是回到我今天讲的这个主题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 在思想的本质上 其实梁树铭是肯定毛的 从这篇文字 而且它是写于大跃进灾难后果 都已经展现出来 明确的发生之后 他还这样子肯定他 可见 我个人第一个 第一个结论 就是现在我呈现给各位 就是说 他跟毛似乎有一个共同的想法 大跃进的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大跃进的灾难是措施不当 是手段失误 但是他的方向应该被肯定 我觉得梁写这篇文章 有这个趋向 那么最后一点 我要跟各位说的 另外一方面 大跃进固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但他当时所激发出的那个空前的巨大的能量 大跃进不是纯然的单纯是一个由上而下发展的发动的运动 他是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响应 是互相激荡 我今天只能跟大家大略这样讲 他是上下交激荡 所以当时大跃进的 激发出来的一个空前的巨大能量 如果不是当时的中共政权 那能量发挥不出来 如果是国民党绝对做不到 但是中共做到产生这么大的巨大能量 当时的这样的建国以来 一路到了1958年 这前十年 是一步一步一步 累进到大跃进发生 这个带给梁淑敏一种难以磨灭的震撼印象 尤其他看到毛跟中共 毛路线的中共的这一路数的人 能够把中国的老百姓 中国社会中间的那个巨大能量给引发出来 发动一场大跃进运动 发动一场人民公社运动 他实在印象太深刻 没有想到 这非常震撼他 那么即使那个能量后来造成了重大灾难 但是那个这整个过程 从侧面也展现了一种巨大的成就的潜在可能 也就是说 我相信梁淑敏会写这样的文章来肯定毛路线 虽然我知道他的言谱的编著者 他的学生李渊廷说 是因为他当时有他的局限性 但是我今天撇开那个局限性的可能 我在讲这件事 我认为梁淑敏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他是真的肯定大跃进 而且他也看到大跃进的后果 灾难的后果 但是他同时看到 同时深深的被震撼到 那个巨大能量被导引出来 当时曾经出现那样的一个局面 他知道这一场运动是悲剧的后果 但是如果有一个成功的措施 能够让这个巨大的能量 能够导引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 他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完成一个巨大的成就 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比例来说 就是核爆 核能 核能可以造成爆炸 也造成武器 毁灭性 但是核能这个巨大的能量 可以发电 你能够 技术上能够把它控制在 人能控制的范围之内 那个巨大的能量 你为何要放弃它 你为何 因为害怕那个危险 它曾经造成的灾难 你就从此就 不敢去 不敢去承认它可能带来的巨大成就 我个人是这样子看待 而且我相信这样的心态 恐怕并不限于梁树民所独有 也就是说 其实那场大跃进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那么狂热的 投入到里面 大跃进跟 跟这个人民公社运动 其实因为那个能量展现出来的时候 人们确实对它寄予一种希望 充满一种美好的想象 但是它后来很不幸 在历史现实中 它是以悲剧来给了大家狠狠的一个教训 就是很多人从此不再相信那个力量 但是还是有一群人 我们称之为毛派也好 或者是 就称之为毛路线者 他们还是相信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充分运用 就比如说我们找到一个核能发电厂的一个 适当的技术 适当的道路 适当的措施 把那个能量在我们核控范围之内 那能量可以 我们可以运用它来做非常多非常多的事 有益于人类的事 那么那些人是不会放弃的 那么从这一点来说 其实梁树民挺接近毛路线的 我想这一点 在过去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 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 但我这是一个 也算是一个初步的想法吧 我今天就跟各位介绍到这里 这篇文章 其实只是拿来作为一个引导 来跟各位介绍梁树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十年的经历 以及思想的转变 我等于也介绍了那十年的 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大概 希望今天的讲 能够给大家足够的 能够贡献给大家足够的理解 对那个时代 好 今天我们到此结束 是是 到晚了